阿 祢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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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六百二十五页 六百二十五页 请看第十二行 经云彼国圣众 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 这段开示 都是给我们说明 圣道基督世界的大众 他们每天在那边做什么事情 您看就很清楚了 在极乐国土 只有在做教学的工作 阿弥陀佛在教 菩萨们在学 佛所教的对象 有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虽然是有这么多级别的菩萨 但是阿弥陀佛有能力 可以把大家一起教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看那边的菩萨 有在地上受经听经 这是讲在地面 大家肯接受佛陀的教诲 认真奉行 认真的听闻阿弥陀佛的教法 并且我们在经上 常常看了一句话 很熟了 受持独送 为人也说 不但他们可以在地面 教学不间断 甚至还可以在空中 讲经 诵经 授经 假如我们明天上课也在空中上课 那挺有意思的 在基督世界呢 没问题 所以他们那个境界 是我们现在人呢 真的没办法想象 人可以在空中 他们住的宫殿 疗房 也都可以在空中 有彼土圣众 宫殿随身 这彼土是指的基督世界 基督世界的每一个佛菩萨 他们都可以把所住的宫殿呢 随意的移动 换句话说 住的房子也变成了他们的交通工具 他人可以就待在房子里面 人可以跟房子呢一起飞行 并且呢可以在空中啊 任意的停下来 不会掉下来的 没有那样的危险 故知其国 宫殿有居空者 所以在基督世界呢 我们就知道 菩萨们的宫殿有在太空当中 有在地则 地面上呢 也能够看到许许多多宫殿 故意夜魔刀铃来做比喻 我们晓得这个夜魔天是空居天 那这个刀裂天呢 是属于地居天 经上常常用这两个天来做比喻 帮着我们大家去领会 极乐世界佛菩萨的受用 经中超市西游品约 但因顺于方俗 故有天人之名 于方是基督世界之外的其他诸佛杂徒 每一个佛杂里面呢 大家的风俗习惯爱好想法都不一样 佛呢能够随着我们大家 世尊在经上举了很多的比喻 让我们呢去体会了解极乐世界的真实状况 这因为有大智慧佛才能够讲得出来 故知天人与天皆是顺俗之说 这都是大经上所讲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命运经上也讲 所以众生心应所知量 众生心有感 佛菩萨自然就有印 感的人有心 有无心 有心无心都能够起感的作用 而佛跟法身菩萨们的印 确实没有心 因为佛菩萨完全称信 自信是无比的灵敏 极其威信的感言 他们都能够知道 多威信呢 一谈指三十二亿百千年 自信呢全都能够收到这些信息 收到这些感佛菩萨当然就会有印 他与近虚空变法界 所有众生都能够印 这个印呢是丝毫不爽 绝对没有一次错误的 这个在信德里面呢 真的称得上是低义地呀 低德 我们凡夫呢很愚钝 对那个极其威胁的念头 没办法觉察 我们不知道佛菩萨都晓得 是因为他们知道 所以呢他们就能够随时印化在我们先前 接着下面一品呢 就给我们介绍 基督世界的正报非常庄严 光明变照 第十二 这一品的品题是讲光明变照 一报是国界眼镜 正报是光明变照 前面第十一品 国界眼镜显一报庄严 这个一报呢是指的生活环境 修学的环境 今第十二与第十三两品显正报庄严 那这个正报就属于人事环境了 一报呢是物质方面 光明变照是身变十方 寿命无量是数穷三机 首先呢佛给我们介绍的是光明变照 佛的法身没有形象 它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那它在哪里啊 哪里都在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它是一片光明 在镜中呢称之为长极光 在长极光就被光明统一了 一片光明 所以叫做变照 本品赞扬弥陀光明 首赞弥陀光明之独生 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景景 独生是对诸佛来讲的 大圣经里面常说 佛佛道同 佛法平等 没有独生的 但是呢 阿弥陀佛很特别 他确实真的有独圣 这些诸佛啊 没办法跟他相比的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诸佛菩萨在阴地都有发心 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 心是发了 那有没有兑现呢 这个兑现的程度有多少呢 这又不同了 唯独阿弥陀佛所发的宏愿 真的是全都实现了 一个不漏啊 这个我们在前面曾经学习过 光明之独生 是说光明呢 无处不照 无时不照 阿弥陀佛有这个愿 希望十方诸佛都能够称赞他的名号 那其他佛呢也是很欢喜的 为他来做宣传 为什么 佛的想法都一样 愿一些众生快一点成佛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心 那佛有这样的心帮众生 众生呢 还要有缘才行 假如说我们众生的心愿 跟佛的心愿不一样 我们还是贪恋这个世间 那佛讲得再好 我们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呢 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 您不愿意离开啊 那佛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心力佛力众生力 他们是相等的 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自信功德不可思议 而众生的业力呢 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修行 一定要把这个业力啊 远离这个世界 换句话说 要把这个苏婆世界真的放下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唯一神之力结合在一起 我们这样才有能力 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顺利的升到极乐国土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不把它弄明白 还有疑惑 就会产生障碍 还有一些怀疑的人哦 他呢 也是蛮用功的 他那个心态 有点像赌博一样 我也不知道 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 那你们讲得这么好 我就试一下吧 如果真的能够去得了 那我就赚到了 去不成就算了 他也很认真念佛 因为他还有这个疑惑嘛 没有断干净咯 所以他以后升到极乐世界 到了边地一层 说实在话 到了边地一层也不错啊 虽然比不上 那些莲花自然化生的菩萨 但是至少人家 但是至少人家呢 已经到达极乐世界了 他被关在那个边地一层里面 最多五百年 一旦他在边地一层里面 能够忏悔 意识到自己错了 他马上就出来了 事情不长五百年 这是最久的事情 所以这里首先是赞叹 阿弥陀佛光明之独生 第二端 次显光明之阴生 佛光是果报 那阴到底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果报呢 经文里面都会介绍 第三个 显十二光之圣灵 阿弥陀佛有无量光 把他一归纳十二组 这样子 在教学来讲 就方便多了 第四个 显光明妙用之殊胜 所以佛这个光明呢 还能够产生作用 利众生 我们现在看第一段 佛告阿弥陀佛 第十三光明无量愿 于第十四 是促光安乐愿 促是接触 我们见到佛光 感受到佛光 在照耀我们 这个是促光安乐 第十三 第十三 愿约 光明无量 决胜诸佛 经文里面呢 有这样两句话 此愿成就 故阿弥陀佛 唯神光明 最尊敌 释放诸佛所不能及 这个原因呢 我们在前面 曾经学过 阿弥陀佛在音地的时候 是法昌比丘 后来是法昌菩萨 他所发的愿呢 是究竟的 是圆满的 怎么讲呢 他这些红愿呢 全都兑现了 其实一般人呢 一般人呢 也是对着佛像 发了众生无边 誓言度 就像我们这样子的 常常发 但是发了之后呢 没有尽心尽力把它做到 而阿弥陀佛呢 确确实实 达到究竟圆满 这样子呢 就赢得一些诸佛 对他的欣赏赞叹 佛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希望啊 一切众生 赶快升到基督世界去 诸佛的插土 是佛跟众生业力所感 佛的业力是清净的 众生的业力呢 有染 有坚 有善 有恶 这样就造就了十法界 十法界是染界 四圣法界是净土 六道是惠土 六道里面呢 有三三道 有三个道 是众生业力啊 知所感 我们业力的能量呢 也非常强大 如果不跟佛力结合 纵然佛力 慈悲加持 我们也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力 要是跟佛法融成一片 这叫学佛 将来呢 却是可以体会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有没有人得到这个结果 有 得到的时候 他往往呢 还不晓得 一些人呢 他心很精进 他能够知道 心粗的人呢 不太清楚 我们这部经修学啊 已经把那个总纲领 告诉我们了 也把那个修学的果报呢 预行告诉我们了 我们到底修什么 那个因就是清净平等绝 你以后得到的果德呢 是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所以光是看这个经体啊 您就懂得了 原来 静中修学的因跟果 都在经体里面了 一清二楚 这个如果搞不清楚 您就不晓得该怎么下说 所以念佛呢 功夫不得利啊 这古人打个比方呢 好像是隔靴烧痒 隔着那个皮靴烧痒 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讲啊 这个力量不够啊 所以呢 一定要破译生性 一定要把整不经了 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至佛果平等 光明和异 这个问题啊 问得好 大家成佛嘛 这都是平等的 所谓的佛佛道同 那为什么要讲佛的光明不一样呢 好 下面就有这个答案了 旺西施达约 这是日本的静中祖师之一 常同常别 诸佛妙德 内正虽同 本愿别故 光有胜烈 这个就答得非常清楚了 明心见性 信得是圆满的 我们既然见性 我们全都得到 我们跟一些佛呢 没什么不同啊 这个叫做内正虽同 可是在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 各自发的大愿不一样 就算是发同样的愿 那个愿力的浅身 广辖不一样哦 唯有阿弥陀佛的大愿 确确实实是 其大无碍 其小无内 可以说是达到究竟圆满 他那些愿呢 不是空愿 都真的做到了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的 人家通过无节时间的修行 考察一切诸佛仨土 博彩仲长 把所有诸佛仨土里面的优点精华 全都选择了 造就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基督世界 这段事情 其他诸佛在因地的时候 别想到 此证经中 本其前世 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一 一切诸佛成道之后 一切诸佛成道之后 是本其前世求道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所以呢 佛国图当然就有不同的差别 佛度化众生的缘也有不同 恒沙 恒沙是指印度恒河之沙 据说啊 它那里的沙呢 很细 像我们所吃的面粉一样 那么细小 这是打个比喻啊 说明这个数量的非常多 四维就是东西南北四方 四方呢 有四个角啊 所谓的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就是八方 再加上上下就是十方 十在环境里面代表圆满 辩造东方恒沙复杂 举一个东方 那当然也包括呢 南方恒沙复杂 西方恒沙复杂 以至于呢 四维上下 那佛沙是一个都没有漏啊 阿弥陀佛的光明呢 是变造 普造的 所以这个叫做光明变造 下面一段经文很重要 若画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由寻 或百千万亿由寻 诸佛光明或造一二佛造 或造百千佛造 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 无量无边无数佛造 你看都是佛了 可是阿弥陀佛的能力怎么样呢 真的超过其他诸佛啊 顶上圆光 就是说佛呢 这个光呢 这个光啊 有头顶之光 还有生光 在这里特别讲到顶光 尤寻乃印度 表示距离之单位 在古时候啊 这个皇帝呢 一天行军 礼宿 叫做尤寻 所以有的经上讲了四十里 有的讲了三十里 说法很多 因为印度那时候还没有统一嘛 所以每个国家呢 这个 单位啊 不相同 有维摩金造工柱 这个造工就是生造大师 他在维摩金柱节里面解释 尤寻天竹礼宿明也 这天竹就是印度 上尤寻六十里 中尤寻五十里 下尤寻四十里 你看哦 光是讲尤寻就分为三种了 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 以上差异 该由中印两国 从古至今度两横单位 常有变化 且行军一日之里程 本非衡量 故不必定之一宿也 在那个时候啊 中国跟印度都是一样 都是诸侯国 所以呢 每个国家的都两人单位啊 都不尽相同 就算是这个军队行军 那每天走的路程也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呢 不需要去固执 哪一个数量 才是易有寻 从易有寻至百千佛朝 表诸佛光明所造之远近 以为对比 的的确确呢 诸佛如来光明所造的距离 跟他前世的行愿有密切关系 唯阿弥陀佛光明 普照无量无边 无数佛唱 显弥陀光明之独胜 以正弥陀光明最尊敌 超越十方 是为本品内容之首 这一段的介绍呢 的的确确啊 是讲到重点了 这就显示出阿弥陀佛殊胜之处 虽然说佛佛道同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特别呢 您从他的光明 这个果报就看出来了 好 先讲果报 超过其他诸佛 那我们再看原因呢 下面介绍 诸佛光明所造远近 本期前世求道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至作佛实各自得知 自在所作不为余计 每一尊佛在因地上修行呢 真的不一样 各自发心的不同 因此成佛之后 所献出的衣报正报 庄严就有所差异了 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进一步介绍 此就是第二段 此正显弥陀独胜之音 前面讲的阿弥陀佛光明便照 超于十方 这个十方是指的 十方诸佛如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上品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 是讲的衣报 基督世界的环境呢 其他诸佛岔土比不上 精品就是第十二品 精品诱约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下福云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底下一段经文就有了 于平等法中而又有如是差别者 该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 所以 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众人大教都是发这个四弘诗愿 可是每一个佛他们修习的功夫 境界不尽相同 我们凡夫呢 也有发这个众生无边诗愿度 可是嘴讲出这个话了 做到没有 看到喜欢的人呢 你就愿意跟他接近 看到那个冤亲在主啊 就讨厌他 不愿意跟他来往 这是没有真正做到 信量不大 信量大的人是怎么样呢 冤亲平等 所有众生一样的照顾 一样的关心 一样的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弥陀第十三大愿约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觉圣诸佛 生于日月之名千万亿倍 的确确的 我们看了这个第十三愿的经文呢 就能够证明呢 阿弥陀佛这个大愿呢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 他都做到了 你看每一愿的后面 都有一样的话 如果我这个愿 这些愿不能够做到 是不成佛 阿弥陀佛成佛没有 早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大家不应该再怀疑 要相信 释迦牟的佛讲的话是真的 阿弥陀佛的大愿 也都是真的 其他世界呢 也是真的 这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 究竟圆满 所以一切诸佛都称探他 赞叙他 赞叹他是 光中及尊佛中之王 这是把人赞叹到极处里 我们讲把他推到顶峰 所以智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做 不为欲击 这个欲击就是预先射击安排 佛不会这样子 完全是什么 夜阴果报丝毫不说 对于这段事情呢 我们仔细去观察 慢慢的就明了了 那么我们呢 一般人呢 很喜欢去预先的设想一些事情 你照这个计划去做 可是到最后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实现的 不一定 常言说的好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切顺其自然嘛 佛门讲随缘就好啊 随缘发大心 认真修行 好好地服务社会 服务大作 以此功德求生西方借土 我们把这个功德呢 以供养所有众生 所以你拿后面的这个话讲得好 当我们成佛的时候 一定是美如其本愿 而现光明 皆自然成就 不应计划与安排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的 我们现在在因力当中 一定要把自己的怨心扩大 怨心越大 您将来成佛 光明就越大 这中国人有句话说的好吗 量大 福大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量大 光明就大 光代表智慧 所以我们呢 要拓宽心量 要呢 包容 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 一个不笼 我们要以阿弥陀佛 作为我们的 修学的榜样 看待众生 一定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来看待 阿弥陀佛对大家是什么想法呢 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转翻成圣 这是佛的心 这是佛的事业 这是佛的目标 他老人家 天天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从《无章书记》里面 也真的看到 阿弥陀佛 是这样子想着 这样说着 这样子做着 我们这部经 又讲到三种真实 这个跟怀炎经是一样的 真实智慧 真实之计 真实之利 本经全都具足 阿弥陀佛用这三种真实 来成就众生 帮助大家 将来回归佛位 请大家听清楚 是回归佛位 什么意思呢 你本来是佛嘛 只是现在阿弥陀佛呢 帮助你成佛嘛 那就看大家 接不接受了 大家想不想接受 想啊 想接受 那就好好念佛 不要再迟疑了 下面呢 再来具体的赞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光明尚好 圣于日月之名 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一段开示 太重要了 告诉我们 有果肯定有因啊 所以因跟果呢 不能够离开 所谓是因果如一 在这里 释迦牟陀佛 把太阳光月光 来做比喻 因为这是我们大家 天天都见到 而佛的光明呢 远远超过 阳光月光 那不晓得多少倍啊 没办法洗脑 太俗正了 太光明了 所以呢 称它为光中极尊 这个是从 智慧上来讲的 那如果从事业上来说呢 阿弥陀佛是 佛中之王啊 的确确 阿弥陀佛度众生呢 那个法源是最出胜的 不要说别的吧 你看我们来到 图文巴这么久 当地人 他认识佛有多少尊呢 恐怕很多人 连释迦牟的佛都不知道啊 可是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谁啊 阿弥陀佛 他们都晓得 这不就说明阿弥陀佛的法源 已经来到图文巴了嘛 你看每种佛在阴里当中 修的这个阴不同嘛 所以狗吧就不一样 下面再来具体介绍 光中极尊 他的表法 世故无量受佛 一号无量光佛 一号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 清静光 欢喜光 泄脱光 安稳光 超日月光 不思义光 世尊一共讲了 十二种光佛的名号 这十二种光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底下再做介绍 此十二光明 称十二光佛 均为无量受佛之一名 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决 说实在的 佛光里面呢 有无量无边的德能 我们从这个名号里面呢 就这个看得出来 这些光变成一个光 一个光里面呢 有这么多无量的德能 这都是法藏菩萨因力所修的成就 大家如果看过 首嫩一间 大师之菩萨 《念佛云通章》 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大师之法王子 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这个同伦 就是同伴 同伙 我们叫志同道合的这些菩萨 他们呢 极宠坐骑 顶礼佛卒 二百佛言 我亦往昔横河沙劫 这可了不起啊 谁才有能力回忆 横河沙劫之前的事情呢 法神菩萨才行啊 宿命通现前 我们人真糟糕啊 连上一辈子 都不晓得是谁 这里叫什么 信什么都不清楚 大师之菩萨他们呢 都清楚 有佛出世 名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劫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劫呢 叫做贤劫 这一个大劫啊 叫贤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劫当中 先后有一千尊佛出世 释迦牟的佛是第四尊 弥勒菩萨是第五尊佛 但是弥勒菩萨要很久才会再来 多久呢 五十七六千万年 但是后面的佛啊 出现的时间的那个时间 会越来越短 我们看大师之菩萨 他过去生中啊 这一节 怎么样呢 只有十二尊佛出现 而我们现在这一个大劫呢 有一千尊佛 最后那尊佛呢 叫超日月光 毕佛教我念佛三昧 我们讲啊 启蒙老师是谁啊 超日光佛啊 他呢 就教大师不上念佛法门 后面领导讲 精精之十二光佛 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十二光佛呢 就是以前所说的十二如来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佛 有密布 九品往生 阿弥陀三摩地 即陀罗尼金约 这部经呢 是密宗的 它的内容呢 就是说九品往生的差别 同时这里面呢 还教大家持宗 所以叫做陀罗尼金 它里面讲 是那座十二大曼陀罗 大圆镜至宝像 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 至地三明朝日月光佛 诶 这里也讲的 跟本经所说的相同 有唐义为十五光 宋义为十三光 乃开合不同而 我们这个汇集本呢 是讲十二种光 唐义本呢 是十五种光 宋义本呢 是十三种光 数量上不同 他们其实都是什么 开合不一样 有的是把它分开讲 有的是把它并在一起说 关于这个曼陀罗 我们简单一说一下 曼陀罗多 翻成中文就是谈 也就是道场 所以经上所说的谈承 就是指的道场 玄奘大师把它翻作是 轮圆巨足 轮就是法轮 轮呢代表圆满巨足 这个比谈承的意思更加清楚 更加明了 同时他也翻作呢 聚集 聚集一切法 聚集一切功德 聚集一切光明 此中旧体而言 以谈道场为正 他确实呢 建立一个谈场 这是做法师的道场 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 我们这个讲堂呢 里面有一个讲台 像法师现在坐的地方 这个讲台 讲台就是谈承 法师在台上呢 跟他来做报告 大曼陀罗 众集诸尊之谈长 十方诸佛菩萨 都供在这个地方 这是个佛堂 集其诸尊之形体 并图画其谈长之全体 这里面呢 有供奉佛菩萨的形象 也有呢 彩画的 画出佛菩萨那些 不可思议的形象 境界 像我们灾堂里面所供的 西方极乐世界 图 用秘宗来说呢 就是大曼陀罗 它是极乐世界的变相图 集诸尊以者是也 是为曼陀罗之总体 故云大 这个大有五大的意思 也有广大的意思 这个五大就是地随火风空 他们呢是从物质上说的 那这个大呢有广大的意思 他三种随意系五大所成 而此为总体 且最广大 故独明为大 曼陀罗称为大 这个意思就具足了 这个里面 经里面说 一切三打无量光佛 一直到智力三明 超日月光佛 也有个简单的解释 九品 净时 真如尽 从这句话 我们就明白 所有 升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他在还没有去之前呢 都是在自己原来的佛察 那他能够到极乐世界去 是因为得到 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 还有本愿功德的加持 一升到极乐世界 坐阿弥陀之不上 这就是 经上所讲的 三倍九品 一到极乐世界 全都变成了净时 本来我们这个时呢 是染污的八时嘛 都是染污的不清净 到达极乐世界呢 都变成了净时 这是把八时转过来的 法相为时说 转八时乘四肢 法相里面呢也讲九时 九时 是真的 第九时呢叫做净时 这是转八时 真如本性 现前 是哪座十二大曼陀罗 大圆静置宝箱 这里面呢 有十二大曼陀罗 转时成之 旧静圆满 这就是环境上所讲的 妙觉如来 这十二大曼陀罗 有十二个大圆静置宝箱 也就是此地所讲 十二光 其名曰 一切三大是无量光 辩觉三明是无边光 智道三明是无碍光 六真理智三明是无对光 色散三明是光颜王光佛 一觉三明是清净光 浦门三明是欢喜光 入会三明是智慧光 光色三明是不断光 明达三明是南思光 武德三明是无称光 智力三明是超日月光 这都全部做了个介绍 如是诸佛如来是真色具足 这个真色是指的自信 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不自从阿赖也 一切三世如来 悲相所依 若有众生与往生 如是九品净土 奉事十二元废 奉事十二元庙 日夜三时 称如是九品净土明 赞十二光佛号 及涌出三界火宅 定生真如 从这就告诉我们 念佛明功德无量 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永远处理三界火宅 并且定生真如 换句话讲 你将来决定能够 明心见性 大测大物 念佬为我们把这个十二光佛 在下面解释的蛮清楚 第一个 无边光佛 坦诺大师在《赞阿弥陀佛基》里面有一首寂宋 智慧光明不可量 故佛又好无量光 有量诸相蒙光晓 事故其手 真实明 坦诺大师这个赞叹 讲得特别好 他赞叹 生气圣心 圣心就是佛心 直指光明 即是智慧 智光不二 所以讲智慧 讲光明 其实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是一不是二啊 你可不要分开是两样事情了 不是的 是故其手真实明 以此光明即是真实 归因其手礼尽也 这个光明呢是从自信真心里面献出来的 也就是自信呢本具的般若智慧 所以真实就是光明 光明呢就是真实 因此呢他要来理解 这个智慧啊 确实对静虚空变法界一切万法 没有他不知道的 从这儿我们才真正理解啊 智慧要不要从外面去求啊 你到哪里去求呢 求不来呀 智慧怎么样呢 本来就有啊 你从外面学的 从外面求的都是知识 不是智慧 智慧是不用求 不用去学的 你只要把那个烦恼吸气放下 智慧自然就渗透出来 因此大经唯一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之会 真实之力 真实之力 是讲作用 真实之计呢 这是讲的本体 也就是真如自信 或者讲真心 真心的体就是真实之计 真实的样子是智慧 样子是光明 智慧就是光明 光明呢就是智慧 它会产生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真实之力 我们上次呢 也有提到大学 他明确讲到吗 明明德 清明 智慧至善 明明德 就是真实之计 清明就是真实智慧 智慧至善 就是真实之力 三个世纪 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 汤比博士 他就说这样的话 他说 古时候的中国人的信量很大 能够包容呢 异族文化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佛教 佛教不是中国朋友的 它是从印度呢 传过来的 传到中国来之后 我们中国人呢 很欢喜 全部接受了 大圣法 小圣法 全都愿意来学 佛法呢 充实了我们中国本土文化 还把中国本土文化呢 提升呢 如果用大圣经典的 来解释儒家道家经典 那就把他们两个呢 又升华了 本来呢 儒家道家是世间法的 用大圣法来解释 就把它变成什么 初世间法了 所以会学佛的人 哪一法不是佛法 你会学哦 在人道 就能够超生到佛道去了 不得了啊 所以佛们常说 法无定法了 就看我们怎么去转呢 我们这部经 最重要的就是讲的 这三个真实 所以呢 事故起手 真实名 我们真的要恭敬鼎礼才是啊 经济云 真实名 现在呢 技术里面讲 真实名 可见极乐一正因果 存一真实 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 因果存一真实 你看了这个介绍 也就晓得 无量寿经 它的地位怎么样 这是无上法宝啊 无上法宝 真正认识人多不多啊 不多 他如果真的识货的话 他一堂课都不会缺 有宋 这讲宋朝时候的 大会禅师约 只以此光宣妙法 事法即是此光明 不离世光说事法 事法是真实法 就是真实之计 一切诸佛法身菩萨 硬化在实法界里面 为大众呢 讲经说法 那他们说什么法 就是这里所讲的 只以此光宣妙法 这个光是真实之计之光 真实智慧之光 真实之力之光 宣是宣说 法呢 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 尤其是这个汇集本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汇集本 经体也是汇集的 上半端是送一本的经体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 下半端是汉一本的经体 清净平等绝境 把这两个版本的经体 合在一起 就变成这一个新的经体了 真的叫什么 天衣无缝啊 这个汇集太出色了 说真的 汇集人如果没有开智慧 他看不出这一点了 他也做不到 是法 就是说了这部经 就是此光明 也就是无量光 阿弥陀佛 不离是光说是法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就是无量光 就是阿弥陀佛 您读这部无量寿经呢 也就是在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所以啊 是法 是真实法 就是真实之计 不离是光说是法 智慧光明不二也 此光即真实会也 只以此光宣妙法 乃会真实之力 以及光宣之妙用 所以我们大家学佛呢 一定要用佛心 什么是佛心呢 就是真心 什么又叫真心呢 就是放下了 执着分别妄想的心 他就是真心 从这我们就明白了 唐朝时候的禅宗六祖 混那个大事 他八个月在寺院里面 那个厨房 他修什么 就是修 放下起心动念 放下分别的知识啊 在那个物质环境里面 人事环境里面 去练清净平等 绝 他不错 他八个月就毕业了 我们现在在寺院里面 几个月了 恐怕不止八个月吧 说不定改个字 八年都不止啊 怎么我们八年都还没有 迷信见信呢 都还没有往生的资格呢 还是没有放下分别知识 还是没有放下呢 胡思乱想 怎么办呢 那这个释法 无量寿经 一定要天天深入 天天熏修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 弘扬这部 《无量寿经》 绘迹本 弘扬念老的这个极著 功德无量 《金刚经》里面有个说法吗 如果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来修布施 都比不上为别人说 四句记 我们今天学的 这个灰级本 学这个注解 内容有没有超过四句记 远远超过 所以我们要知道 您修功德做好事 怎么做最好呢 最简单的方法 教人家念佛嘛 劝人家学《无量寿经》呢 劝人家呢 深入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 劝大家听 不经济 帮助其众生 都能够处理生死苦害 所以呢 保中之保 无上之保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因为这句佛号是真实法 这句佛号有三种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智慧 真实之力 光宣妙法 真实之力 这是光所起的妙用 事故战佛机云 有量诸相 蒙光小也 有量诸相 是阿勒爷变现的 阿勒爷呢 能变 这句是指 实法界一正庄严 有量诸相 实法界一正庄严 而智慧光一照呢 全都明了了 因此 智慧光明之 真实明 能开晓 诸有中 一切之相 实法界一正庄严 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指 开晓一切 诸有中之众生 实法界一正庄严呢 这一句里面也都含盛 一个不漏 故云 有量诸相 蒙光小 一切众生蒙此光异 而小了 真实之慧也 我们平常讲的 一切法的真相 无量光呢 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都能够帮助我们呢 把诸法的真相呢 看清楚 高明白 下面是谭论大师 在《往生论》的注解里面 所解释的 若于阿弥陀如来 平等光照 是等众生 种种意义 细腹 皆得泄脱 入如来家 必尽得平等意义 修行 修行 那些喜欢的讨厌的 贪着的厌恶的 都要把它放下 要平等来看待 您哪一天不执着了 就是阿罗汉的 哪一天您不执着也不分别了 您又提升了吗 菩萨 接着呢 您甚至连起心动恋也都没有了 恭喜您 您成佛了 所以 寻修佛法 有这样的好处啊 今天我们大家 又在一起学习 无量寿经 会几本 学习这个诸解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被阿弥陀佛 平等光照啊 换句话讲 我们被阿弥陀佛呢 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呢 是平等来加持 他不会有分别之心 我们就是属于那个 适等众生 佛这么一加持 就把我们内在的分别执着这个想法给打掉 化解了 大家每天都在学习这个汇集本 学习这个诸解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烦恼越来越轻呢 您不要还想一下 还想一下 那这么一切放下的不多嘛 应该直接反应是什么 越学越欢喜 每一堂课 越听越高兴 哪一天不听啊 浑身不自在啊 种种一夜细腹 皆得泄脱 如如来家 毕竟得平等一夜 是即蒙光小之一 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有没有蒙光啊 蒙受光的加持 有没有啊 有 如果你现在天眼开了 你就看到这部《无量寿经》汇集本怎么样 放光 这个诸解放光 佛像放光 念佛记放光 波经记全都放光 大放光明 而我们自己呢 口里面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那口就怎么样呢 也放光 你心里面都不念头 阿弥陀佛 整个身体也放光 无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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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啊 加持我们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还在天天被那个烦恼习期给左右 那如果烦恼习期还是很重怎么办 不管它 继续念下去 念到最后烦恼习期一扫而空 您就 得泄托 入如来家 必尽得平等意业 什么叫平等意业 就是再也不起心 再也不动念 当然也没有呢 分别执着了 这样子我们就跟佛光呢 完全相应 以及会与众生真实之利也 所以我们能够听啊 一堂课 介绍无量寿经的 那这个利益太大了 听阿弥陀经一堂课 也是利益很大 光是这个一堂课当中 你会听到很多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不是 这个种子一直往里面灌念 一直在增加 不得了 这是第一种光 再看第二种 是无边光佛 前面是讲到无量光佛 这里讲到的无边光佛 战阿弥陀佛寄云 谢陀光伦无限起 故佛又好无边光 门光处者离有无 事故起手平等绝 谭论大师这首记的赞叹呢 远胜于师 古来这些大德呢 赞叹阿弥陀佛的很多 但是没有谭论大师 写的这么好 谭论大师说的那么样的圆满的 一集 戒无边约 无边纪故 这个一集是日本的 尽宗主师大德 他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无边光 就是没有边纪 静书叫广业 那个无边就是广的意思 他们这个讲的简单 没有呢 谭论大师说的那么样的圆满 微妙 谭诗以谢陀光 注无边光 前面说 谢陀光伦无限起 故佛又好无边光 下面呢 接着再解释 谢陀者涅槃三德之一 我们来考试一下 涅槃三德是哪三德 你可不要说答不出来 三德是什么 法身德 波若德 谢陀德 法身是真实之计 谢陀是真实之慧 谢陀 波若是真实之慧 谢陀是真实之力 你看哦 这个涅槃三德跟这三种真实 完全相应 复明之为伦者 谭论大师有谢陀光伦 他用了个伦字 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圆满具足的意思 表谢陀之的圆满具足 简单讲 伦就是圆具 无限其者离一切局限与其同 这个无限级呢 远离所有的限制 跟其呢 相同 其就是等其 平等的意思 他完全超越了 没有限量 没有再跟他那么平等的 换句话讲 他超越一切限制 局限 这真正叫得大自在 离 离有无者 也就是离有无之二边 有这边 无这边呢 他都远离了 都放下了 可能有人就说 那中间呢 中间当然也放下了嘛 全都放下了 离一切边 从容中道 边中距离 你看这个话讲得多圆满啊 两边离了 还有个中道啊 中道呢 也要远离 所以说嘛 边中距离 这才叫做 旧禁 卸脱 这是无边的意思 这个也就是 论处里面所讲的 必竟平等意义 所以我们看经文呢 要把这个注解 合起来看 这样您这个概念呢 就越来越清楚了 幕后直语 平等觉 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圣号 我们在本集里面就看到 释迦牟尼佛也称阿弥陀佛为 清净平等觉 所以他是阿弥陀佛的德号之一 顿显第一地 必竟平等 万法易如 这个是真平等 万法如果不一样 还有高下 那就不能叫做易如了 不能叫做平等了 怎么个平等法呢 万法易如 那易如是什么意思呢 万法是法相 也就是指的 六根六成六十 这六根六成六十 也就是十八戒 离不开自信 是同一个自信 他们都归自信 所以叫做易如 自信空极 什么都没有 所以叫他做真空 但是呢 真空不空 怎么个说法呢 遇到圆的时候 他能够现现象 现象叫做能生万法 不现象的时候 他是隐 隐藏的隐 遇到圆呢 他就现前 而隐跟现 是一不是二 现 不能说他生 不能说他有 不现 不能说他无 隐 现 是感应 众生有感 他就会现 所谓的六道众生有感 他就现六道 使法界众生有感 他就现使法界 法生菩萨有感 他就现 世报状印度 真的是 感应到交 妙不可言 所以呢 不能说他空 也不能说他有 说空说有 我们都着相 我们都迷了 因此 佛门讲了 两边不着 中道不存 你能够做到这两句话 那就是保持在觉悟的状态当中 唐诺大师这首寄宋的赞叹 剖显无边光佛号之深意 的的确确呢 这首寄宋啊 把这个无边光佛号的深广无尽的意思 给我们透露出来了 此真能占佛则也 由此可知啊 唐诺大师如果念佛没有入 念佛三昧 他不欺误这个境界 这个话他能不能够说出来呢 讲不出来 凡是能够说出这个话的人 都入了佛境界了 换句话讲 唐诺大师入什么境界 离心不乱 那文字我们现在看多了 那我们入这个境界没有 少分 一点点 没有完全误入 如果说你完全都误入 那你跟唐诺大师一样啊 我们呢没关系啊 这一遍误入少一点 明年的时候再来听下一遍 你会气入更深 遍遍都不一样啊 意思呢真的是没有边际 深广无边啊 这是第二个 别号 再看第三个别号 是 无碍光佛 无碍者 谨兴亦及冤 无障碍 这个无碍呢就是无障碍 经营老法师解释 是自在 所以无障碍呢 就得自在了 还有障碍呢 那就不自在了 谈诗在月 光云无碍如虚空 故佛又好无碍光 一切有碍蒙光则 是故顶礼难思一 这首记的意思是光如虚空 故无障碍 刚刚提到光就是智慧 智慧里面呢没有像虚空一样 智慧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本体长疾妙用无穷 智在外光明便照 一切有碍 这个有碍又是有情众生 结蒙光一 故云难思一矣 当初昏林大师讲到 自信的样子 本无动摇 清静极灭 这是他的体 这个一切有碍结蒙光义 是一切有情众生 都得到了佛光的利益 这个光就是指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 所讲的方法理论等等 都能够解决 我们现在以及将来的所有问题 换句话说 事出世间 所有的疑难杂症 都能够通过学习这部无量寿经 帮我们化解 其实事件的事情呢 难度都不大 大在哪些问题上呢 你能够出六道啊 像一个科学家 科技人员 他们能够发明这个发明那个 他发明再多东西 请问他们能够出六道呢 爱因斯坦出六道了没有 没有啊 没出去啊 不像佛法 你学佛呢 不但能够超越地球 还能够超越太阳系 银河系 六道十法界啊 那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呢 你到一真法界去呢 一真法界 那个环境 比我们这个 凡圣同居土 殊胜的太多太多了 那个地方是 本体长极妙用无穷 虽然它还有四土 可是极乐世界的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一土 居然也是 本体长极妙用无穷 这全是讲的真相 极乐世界这么好 我们应该怎么呢 要向往啊 要赶紧发大心啊 要去啊 这个本体长极妙用无穷 都是讲的 妙军如来 法身菩萨 他们真的做到 他们入了这个境界了 我们学佛呢 就是希望能够向他们感激 我们希望自己 从此以后也能够做到 让我们的本体 这个本体就是说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呢 能够达到长极 长久 不会再变化 极呢 就不动了 长极 简单来说 就是觉悟 就是长智慧 智慧起作用 就是后面一句 妙用无穷 我们凡夫写的是什么 无穷啊 障碍无穷 烦恼无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烦恼业障一个都没有消掉 习气一大堆啊 苦不堪言 自在无碍 光明便照 一切有碍 皆蒙光一 这时候大家都得到了佛光的价值 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说难思一 再看第四尊 这个 佛光明 无等光佛 见唐送一 原一本里面呢 您看唐一本送一本里面呢 有讲到无等光 而魏朝时候的 康生凯的本子呢 叫做无对光佛 锦约 他光不敌 明无对光 这个对啊 是没有对待的 称为了无对 这就是第一书生 锦心曰 非诸菩萨之所及 故无对 这个诸菩萨 是指的四十一位法身菩萨 从原教出驻到等觉 菩萨 没有办法跟佛能相比 所以在等觉之上 就称为无对 唐诺大师在《往生论》 诸解里面展叹 清净光明 无有对 顾佛又好 无对光 这个无有对啊 是自信 本来具足的 不是修得的 在理上讲呢 人人都有 那怎么个才是无对呢 虽然我们大家本来都具足 只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 佛法的好处就在于 帮着我们把这个 现在心里面所有这些三种烦恼 全都去除掉 使我们的真心呢 再能够恢复过来 一旦真心恢复过来 信德的妙用 它自然就出现了 你看 阿弥陀佛 他被一切诸佛赞叹 我们生到极度世界呢 是他的学生 那其他佛都赞叹阿弥陀佛 那他们怎么赞叹阿弥陀佛的学生呢 赞叹 无对与无等的意思相同 就是说没有能够跟他平等 称之为无对 无有等对即是绝对 无有等对就是绝对的意思 前面有提到这个绝对 我们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因为佛在经论里面 还有主持的注解里面 常常说到绝对这两个字 现在我们就把注解收起来 来看参考资料上册66页 参考资料上册66页 我们来看这个绝对 他说绝对就是绝对对 对对是两方并至相对而立的意思 如黑白大小善恶等式 绝对是真如平等 无法可得 所以这个绝对呢 所以这个绝对呢 跟绝对的意思相同 它是信德圆满的流动 光照一切法 这包括一切法 在阿弥陀佛这里说呢 样样都是绝对的 这就是五等光变造 是从五等光里面流露出来的 一切法全都是绝对的 它的标准呢 就是四十八愿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信愿持明 升到基督世界 肯定能够一生圆满成佛 下面再举首论言经上的话 我真文书 无事文书 这是文书布上的自己讲的 下面再给我们说明呢 此显无等无对绝对之一 无等无对绝对之心 敢得绝对之法 若是文书 则二文书 便有等对疑 故知无对光佛号 其益甚深 实在讲呢 大经里面所说的自信呢 是没办法说得出来的 不得已呢 讲一个名相 那我们对这个名相呢 也不能够计较 你如果计较就错了 你我们中国道家老子 他怎么说呢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常就是绝对的 非常呢 是绝对的 非常跟常就是一个相对的 常跟非常两边不利 中道不存 这是绝对的意思 绝代跟绝对意思相通 文书菩萨这句话呢 就显示出这个意思 这个十二光佛 我们今天呢 就暂时介绍到这儿 明天呢 我们接着来继续做汇报 莫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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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